祝你生快樂的大家好 我是豬 你想要追劇、聊劇、懂聚餐、願望 一起達成Market 訂閱這頻道 和劇評解析 帶給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怪物》在上上週完結後 這部我一樣沒有更安檔 由於播出後受到很大的好評 因此我就打算留一個時間來看這部劇 更是因為這部劇在《白響》 藝術大賞裡面入圍了七項大獎 其中幾個蠻大的獎項都入圍了 包含作品獎、導演獎、男子最優秀演技獎、男配獎、女子新人演技獎、劇本獎、藝術獎 在查資料的時候我才發覺本劇的編劇作家金秀貞 也是我之前做很深度解析的韓劇《如此耀眼》的作家 大家如果也喜歡《如此耀眼》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去看深度的解析我做了四集 在發現作家是耀眼的作家後 我發覺一切就合理很多了 雖然收視和評價都很好 但我也必須坦言說這部劇不完全是我的菜 前期只要出現《犯罪三人組》、韓姬煥、督海員、李昌進的時候 我都會直接失去耐心 但金秀貞作家本身就很喜歡把伏筆埋在一些很細碎的事件上 尤其可以看到前期寫《超級舊的太太》、李康慈劇讀的部分 看似跟祖先毫無關係的劇情在最後都慢慢的會成一線 這樣的作法雖然不著痕跡 但也很容易讓觀眾摸不著頭緒 我本身比較不喜歡權力鬥爭與勾心鬥角的戲碼 所以看這部劇是小吃力的 但喜歡看這種偏黑暗的戲碼的觀眾應該會蠻喜歡的 除了節奏比較緩慢外 其實本劇的演員們和編劇埋藏的細節都表現得非常優異 而怪物的命題很切入核心 命題是失蹤人口 故事以冬直在2000年失蹤的雙胞胎妹妹李有言為主 除了冬直位也寫了一個一樣在等待母親回家的劉柴儀 冬直20年來都被當成殺害妹妹的嫌疑犯 而柴儀則是為了尋找母親經常需要出入旅館、酒店 看著一對對的男女對他用怪異的眼光打量 他們為了不知去向的家人耗費心力與光陰 但卻又找不到緣由和停順點 命題和2020年的Missing他們存在過非常相似 但兩者能用截然不同的手法和風格講述失蹤者和失蹤家族的悲痛 從有言的部分來看冬直 一氣之間失去親妹妹還被當成嫌犯 因為只有手指 雖然大家都會默認有言已經死去了 但還是姑且稱這個案子為女大神失蹤案 但冬直的往後20年都無法停止想像自己再度與親生妹妹相遇的那一個瞬間 對冬直來說或許已經是不知道到底是有言死了還是活著哪一種結局讓他更加痛苦了 除了冬直外飾演才疑的演員崔承恩也讓人眼睛已亮 沉穩、哀傷、悲痛 數年來忍過父親的死去、母親的流言蜚語 還要被當成嫌犯來搜店 明明只是個等待家人回家的女孩 最後漸漸的在習慣裡習慣那些不公平 他們是被害者卻把悲傷收進心裡似機而動 尋找那個讓他們變成悲劇的兇手 我非常喜歡猜疑化被動為主動動用了閩爭手機那裡 雖然未必是一個明智的舉動 但反而顯現這個女人有多麼的渴望結束這一切 多年來的等待早已讓她受夠了一切 最後她在魯尾田裡面告訴冬直說 如果她被殺了一定要用自己抓到江振魔 這裡真的是讓我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要抓怪物就必須化身成怪物 冬直為了確確實時抓到江振魔 並將她所犯過的罪行都挖出來 雖然在第一時間看到閩爭手指有去後院尋找閩爭的屍體 在冷靜下來後 她還是帶走了閩爭手指和戳早巾 但也因為如此反而錯失了拯救閩爭的時機 導致閩爭最後是在器官衰竭的狀況下離世 就算後來朱元問她說 重新來過一遍她是否會做出一樣的選擇時 她的答案依然是 是 冬直這個角色就因為這個回答變得更加豐滿 起初從一個不懂事的少年 被誤賴成為殺害自己妹妹的兇手 家庭破碎 父親為了等待妹妹回家在寒冬中被凍死 當初莽撞逮捕冬直的男翔培 因而告訴冬直說自己會用盡一切來幫助冬直成為警察 一個人的時鐘改變的不只是一個家庭 在往後的日子裡面 冬直仍然被當成殺人犯來看待 20年 所以才有了韓朱元的出現 說實話朱元的角色設定真的是非常不討喜 就是一開始的感覺 但冬直就是印給她的兩個非常極端的特質 正義、偏見 讓朱元後續的成長更加明顯 她和冬直一樣都秉持著透徹執法的態度 再做警察 但冬直成為警察是因為自己很冤枉 所以為了不再冤枉他人而想要成為警察 朱元只是因為有一個野心勃勃的父親 而選上了檢查這條路 朱元在正義和偏見的驅使下 設局引誘了兇手 卻沒想到反而讓他雙手攔血 一輩子都乾乾淨淨的公子哥徹底的發狂了 他想找到那個讓他雙手攔血的傢伙 所以死咬著冬直不放 但在見證一個又一個被殺害的人之後 他的偏見慢慢崩壞了 可也代表著他的信仰漸漸在消失 他曾對冬直說他誰也不相信就連自己也不相信 但在發現父親撞死了友言的真相的時候 他卻讓冬直相信他 相信他能夠成為一個設下陷阱的幼兒 在父親眼裡那個懦弱的孩子 早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和信仰 心悶地擋下了傷害和背負罪惡 我覺得朱元在這段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把角色魅力發揮得零零盡致 真的是最後你也沒辦法不喜歡他的一個角色 飾演江振末的兩位演員 我真的都覺得非常讓人驚嘆 起初的唇撲到後續露出羊毛下的狼牙 都讓人不寒而栗 他殺人是因為女人看不起他 拿走手指是因為對方對他露出了嫌悟和不屑 起初的方朱扇喝醉之後 在江振末面前數落他的傻笨 友言意外經過而被綁在車上 再多醒來指頭已經被處理掉了 而這數年來卻都在都海員的放任下 在陸場裡面埋下數也數不清的女人 志花承說不需要為奪走他人性命的人 附加任何理解動機及敘述 從編劇面來看 這就代表著編劇認為這些行惡之人 就算有自己的原因去殺害他人 也沒有任何值得同情的餘地 而朱元也反映了這一層的正直 朱元曾經對東指說 你知道法這個字是從謝智來的嗎? 謝智就是一種頭上長腳外觀向牛的神獸 他的個性好像很正直吧? 據說會用腳撞倒品行不正的人 江維菲做待的碎石萬段 所謂的法律本來就是這樣打倒惡人 將之碎石萬段 雖然如此 但在惡人相互袒護下 江振墨沒有收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編劇給了他另一個抵禦 就是死也殺不了那個拋棄他的女人 因此他只能自殺 而韓極幻的部分是透過朱元的推波助蘭 奪去韓極幻夢寐以求的廳長位置 送他去坐牢 但我想這都不是什麼大快人心的結局 這些兇手製造的痛苦 遠大於那些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承受的 因為他們死去的人也不會因此而復活 南響陪所長在漏店每次喊的那一段 我真的很喜歡 很有做警察自覺 志華在所長離開的時候 在餐會上面也喊了這段 真的也很打動我 也讓我覺得這部在風格上特別的純樸 卻又很...揪心 整部劇是以失蹤出發 南響陪為了自己當年辦的失誤而用一輩子來處罪 最後也在這個案子裡面犧牲了 結局裡面以租源 繼續為失蹤以及離家出走的人奔走 他說總要有人去找 或許是在說當年有言的事件 警方把目光放在尋找失蹤的有言身上 而被尋找殺害有言的兇手 會有更多的機會破案 也不會因為案件太過於聰動 而讓東芝不得不悲傷 凶殺嫌疑犯的罪名20年 最後一集裡面 東芝讓朱元逮捕自己 也是為了呈現 就算你做這件事情的理由有多麼的充分 只要是犯法的就應該要懲罰 最後朱元與東芝重新相見 東芝說朱元現在是上山下海的造人 這讓我想起了第一集裡面 方朱善已經死了 他是治政的父親 卻還是到蘆尾田裡面等他回家 沒有等待加了回家的人們一輩子的痛 也不會因為罪人已經被制裁而消失 就如同朱元所說的 總是要有人去找他們 這份痛苦或許才有結束的一天 怪物本身風格比較抑鬱又沉重 但反轉力道都蠻強勁的 沒辦法對這些人真的貼上好人或壞人的標籤 不論是所長、智花、柴怡 他們都有私心的贏面 就像智花因為智勳被逮捕時 很極端的希望政績才是犯人 當時他還問柴怡和東芝說 這樣想是不是很怪物 嗯...每個人心裡應該都有一定的黑暗面 但那層黑暗大多是因為愛而產生的 有些人對愛求而不得而變成怪物 例如江貞末 有些人過度愛自己而助長慾望 例如寒奇幻 有些人過度溺愛家人而選擇製造他人的痛苦 例如對海源 但若沒有愛可能也沒有成為警察的董植 朱元也就沒辦法遇見這個改變他一輩子的案子 我稍微查了一下劇本書 目前只有韓文版 但內容蠻有意思的是包含了11位登場人物的簡歷 和電視劇之前生活的履歷 以及各種殺人世界的調查書和鑑定書 感覺就真的很像在文州警察署的書庫中 反复翻譯那些未完結的文件一樣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編劇是真的做了很深入的田野調查 我也覺得這部劇在辦案的細節上面都蠻有說服力的 兩位主演尤其申和君 感覺非常的有機會拿下百想影帝 劇本也很有機會 估計這部應該可以成為百想藝術大廠的大贏家 雖然風格不太主流 但在呈現上都有自己的風格和手法 很能夠耐得住沉悶氣氛的觀眾 應該真的會蠻喜歡這部劇的 含蓄又很有力道的一部作品 而且這部真的在配樂上也讓我覺得在營造氣氛上是大大加分 它的硬點奧點都很適合 整個恐怖又懷舊的氣氛都被拉起來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對怪物的分享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和我分享你們的感想囉 那我會在影片說明欄裡面放這部劇的經典語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